waa 大家好我是Yuki 我是Yuki 今天我们要去也算是东京的一个老城区 日墓里走一走 一出车站走在这个小小的山坡小峻上 就可以立即感受到这个老城区的怀旧风情 有很多复古又有年代感的小商店 这里有一间怀旧的老面包店 这里还有一间卖烟漬物的老店 这里有一间装潢很有特色的印度餐厅 走进商店街前还有一个小小的跳蚤市场 卖着一些日本的二手杂物 不知道是不是日本的鬼故事听太多 看到这样子的日本洋娃娃其实还有点害怕 之前有个日本鬼故事说 如果把这个洋娃娃丢掉的话 他隔天还是会回来找你 所以我从来不买日本的人形娃娃 不过喜欢的人还是可以买啦 只是我想太多而已 这些二手的摆饰物也蛮有特色的 旁边还有在卖坚果饼干的店 很像台湾的市场 这里也是卖一些二手杂物的摊子 觉得这里真的很特别 还没有逛真正的商店街之前 就被这些小摊给吸引了 走下这个阶梯呢 就是商店街了 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一种浓浓的 老街区的怀旧风情 还蛮喜欢像这样子的氛围的 这是一间卖着土耳其杂货的商店 我觉得也很有特色 接下来我们要真正的走进这个商店街了 这个商店街大概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渐渐形成的 所以也是有一股浓浓的昭和气氛 看到最近有很多人在排队 所以我们也是下来买了一些鸡块跟鸡串 就是加蒜头的鸡串 浆盐口味的配上蒜头还蛮好吃的 还蛮好吃的 还蛮好吃的 蒜头呢 好吃吗? 这个蒜皮 柚子也很喜欢吃蒜头 柚子也很喜欢吃蒜头 全部一块多吗? 100g 也120 100g 120块 这个鸡块味道比较淡一点 不过又仔细吃得很开心 接着又到了另外一间炸物店 买了茄子肉饼 我觉得日本的小吃通常都是炸的比较多 不过真的很好吃 这是茄子里面包肉馅下去炸 这个是茄子里面包肉馅下去炸 你不喜欢吃那茄吧? 肉 这个是馅炸的很脆 我觉得它里面肉饼的味道调的好好吃哦 我吃了 接着又到巷子内买了一份章鱼烧 一般平常的菜 选了这经典的口味 常常会在日文里面看到定番两个字 定番就是有代表原味、经典跟基本款的意思 所以下次看到menu上面有定番两个字 就可以知道这个是经典款 最基本款了 又是觉得很好吃,不过就是太烫了 吃完之后我们再继续走一走 再看一看 这是一间卖着小杂货的商店 我觉得真的很像台湾的市场 这里又有一间炸物的小吃摊 这里又有一间炸物的小吃摊 看上去也是很好吃的样子 这是一间酒的专卖店 它外面还有卖一杯一杯的 我觉得这样还蛮特别的 没有人家烹饭 那里面就会是一样的 我们的菜 在一起吃吃摊 每天都会是一样的 最后一天吃摊 他最后一天吃摊 在一起吃摊 不过就吃摊 很多人吃摊 这条商店街的店家还算蛮多的 而且我都觉得还蛮有特色的 我们走到底了 这商店街的外侧两边也是蛮热闹的 今天有很多人过来这里散步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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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要找一间餐厅来吃午餐了 商店街的外围也是很淳朴老相弄的感觉 咦? 我们找到了这间算是老食堂吧 虽然它的外面破破旧旧的 不过它里面还是蛮多人的 它的食物要闷都已经泛黄发黑了 因为里面的客人真的蛮多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进去里面吃看看 这店没有吃饭 对 其实一进去店里还算蛮干净的 感觉里面的客人都是在地的首客 因为店里就只有老板一个人 所以我们等了一些时间 老板叫我们用写的再递给他 大概20分钟左右把菜都上齐了 柚子点的是鸡排套餐 凯先生点的是综合炸物 我点的是拿破里炒面 我们要开动了 快点 衣服捲起来 衣服捲起来 淋上这个甜甜又酸酸的猪排酱 这个酱配任何的炸物都好好吃喔 鸡排 哇美味 这个拿破里面第一口下去 我整个有惊艳到 怎么会这么好吃 我不知道是不是客人比较多 所以老板有一点点炒焦 但是如果它本来就是这个味道的话 那这个炒面真的炒得很香 很好吃 它这个炒面的焦香味 还有锅气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收汁也收得刚刚好 不会太干 也不会太湿 整个好赞 好好吃喔 我觉得像这样子 外表不起眼的小店呢 一定都有它厉害的地方 它的其他的炸物也都炸得很好吃 炸物呢外面都炸得很脆 里面的肉呢还是很鲜嫩多汁 虽然只有老板一个人 而且今天人还算蛮多的 可是他的料理呢 一点也都不马虎 这个老板真的是惊艳了 嗯 日本的炸物套餐 一定都会配上高丽菜 日本人吃的 这样吃油炸物才不会太腻 因为平时在家都很少吃炸物 所以到了假日人都会大吃特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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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吃到一半把脚翘起来 被他爸爸捏了几句之后呢 又把脚放下去了 其实到现在我也是还不太习惯做这样子的合适座椅 做到一半脚都好麻喔 我真的要不定时的换个姿势 我真的要不定时的换个姿势 好吃 大口一点 因为这个面呢有微微的焦香味苦苦的 所以柚子觉得不是很好吃 小孩子不太喜欢 它的味噌汤也很好喝 咸度适中 柚子也是喝得干干净净 吃完之后呢,我们又继续散步走一走 它的外围也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商店 我们再拍照 肉 是并食的超安装店 还蛮多人来买的 是吧 这里也是一间装潢还蛮有风格的印度餐厅 外围虽然是像一般的街道 不过今天真的有很多人来散步 大家都在散步 今天也很舒服 今天土曜日和日曜日都很舒服 我们又走回原来的商店街买一些甜点来吃 这间点心店是将甜甜圈做成猫尾巴的造型 我觉得好可爱喔 有很多种的口味 还要开拳喔 因为口味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们猜拳做决定 我们总购买了四只甜甜圈 一根现场吃 其他三根带回家吃 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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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太硬了 硬 钥子的第一口说很硬 第二口说很软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觉得是什么样的口感 我觉得他的味道呢 就像一般的鸡蛋糕 只是做的比较干一点 可能配牛奶会比较好一点 回家的路上呢 我们又经过了一间鲜辈的专卖店 我们又买了几片回家吃 我觉得专卖店的鲜辈呢 通常吃起来都很扎实 而且味道很香 很香 很好吃 好吃 好的今天的影片呢 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喜欢像这样子淳朴又有怀旧风情的老街巷的朋友呢 下次呢建议可以过来走一走咯 还是很感谢你从头看到尾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幼泽 我喜欢吃鸡白 还有滴瓜园 叔叔阿姨各个姐姐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 我非常有点感谢 我愿意 我的心里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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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